近年一手市场纳米楼供应比重增加,部分单位面积仅仅比私家车泊位略大,引起舆论批评,有高官提出,为改善香港人均居住面积,建议往后在卖地条款中加入单位面积下限,例如不得兴建实用面积200方尺的单位。 但此类建议,留于头痛医头,而且潜在的副作用不少,先不说200方尺单位算不算很大改善。 当整体上每年推出的土地未能大幅增加前,为单位面积设定下限,一个可能出现的副作用时,政府每年约1.3万个私楼的目标更难达到。 在北部都汇区,明日大鱼发展成熟,可增加大量土地供应前。 港府对未来十年建屋43万伙的估计是投轻美众。 即开头每年落成不足4.3万个,要再往后追回,要知道近年在大量纳米楼落成的情况下,每年私楼落成量才1.3万户左右。 如果往后真的要限制新盘单位面积,而土地供应又未增加。 自然的结果是私楼供应更为紧张。 香港一般将200方尺上下的住宅单位称为纳米楼。 有限的空间放下浴室,开放式厨房,平面空间要再放睡床,衣柜等,便没有多少走动空间。 社会上一般认为此类单位空间太小,不宜久居。 之所以大行其道,供应比例上升,原因不外乎楼价高期。 部分买家负担不起正常小单位的楼价,包括首期及每月按揭还款。 发展商应对客户需求,便压低每个单位的面积,好令单位售价维持在4.500万元的上车水平。 说到底,仍然是房屋土地供应不足的问题。 如果土地供应足够,新盘两房单位的价格自然回落。 届时应该没有什么发展商会有兴致兴建200方尺上下的单位。 如果政府真的设定新盘单位面积下限,对手持纳米楼的小业主来说, 短期应是利好消息,未来如再无200方尺以下的新单位供应。 此类单位可能反而会因供不应求,而有价有市,甚至可能跑赢大市。 情况要改变,只会在土地供应大幅增加。 新盘大量应市,楼价下跌至更多人可负担时。 纳米楼总价低,亦草首期,按揭负担低的优势才会消失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